歡迎收看我們DTcup.swc.hk的頻道 這段影片會說一下怎樣用WOLAND VD Engrave 作一個立體雕客 首先我們要確認我們在用WOLAND的CNC機 然後去Cut Machine選擇CNC的型號 這裡會影響我們畫板的尺寸 如果我們選擇一部電腦大一點 我們可以設定配套按鈕 但通常我都會設定配套的尺寸和工件一樣大 接著我們就 import會有我們的圖片進去 如果不是PMAP就無法 import 那你就要CMAP做PMAP 現在就先把圖片減少顏色 然後把它轉成多邊形 你看到這個圖片有時候會有些Bug的 那就自己根據情況就收拾它 然後再檢查一下每個圖片 然後我們就 做一些浮凸 設定你想要的高度 你看到它現在就會有點浮起了 我們逐個逐個做 可以每一個都設定不同的高度 可以的話 完成後可以在3D View檢查一下是否你想要的形狀 然後在Cut選擇Layout 去定下你的弓箭貼在機器裡面的位置 可以檢查一下Toolpath的方向 然後去Cutting properties 選擇你用什麼材料、刀 再確認你的刀的速度 選擇CREATE TOOSET 就製造刀路 可以檢查一下 然後可以用OUTPUT PREVIEW去檢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們開粗的切割 因為刀粗就切不完所有的細節 我們就選擇那把比較幼的刀 再試一次 你見到這次ENGRAVE刀是尖尖的 這次可以刁到很細緻的部分 現在我們釘帽就是開粗的部分 首先會削平面 然後現在開始刀第一層 然後現在開始刀第一層 我們現在用10倍速去放這段影片 今天 絕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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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